新北市今天新增了六例病例 是家族到花蓮旅遊之後採檢確診 而臺北市今天新增一例是外籍 移工 感染源不明 昨天和今天都有失聯移工 臺北市長柯文哲是坦言 大規模的感染已經被消滅掉 剩下是比較隱晦的案例 比較頭痛 新北市十六號新增六例 本土病例 五例居隔 陰轉陽 一例新增全臺最多 這六例是家族到花蓮旅遊 採檢後確診 感染源還要離京 這一例新增個案住在板橋 二號到十號曾經和家族到花蓮旅遊 七號到九號則跟新莊一位 板橋兩位親友同車共識 經過居家隔離及採檢發現 永和的女婿 女兒和新莊的朋友 PCR都是陽性 立刻匡列住在盧州的職場同事 其中有一例個案CT值達三十二 懷疑這可能是最原始的感染源 新北市也公布他們在花蓮的足跡 七號到十號在花蓮市去逛夜市吃美食 還到過吉安鄉跟新城鄉 旅遊返家後也陸續到過永和和萬華 其中案一五九七一 在十二十三號搭乘捷運之外 十四號更開車到國道泰安服務區 彰化雲林和桃園 案一五九六七則是十二號搭乘捷運到臺北車站 再轉達高鐵南下高雄 十四號返回 案一五九六九搭乘捷運從府中站往返六張離站 十二號晚間到板橋的健身房運動 臺北市十六號新增一例 是外籍移工 感染源不明 國內疫情趨緩 科文哲坦言臺灣內部相對安全 但是全世界疫情延燒 邊境管制更重要 臺北市也放寬夾娃娃機店限制 從原本隨時要有人在現場管制 改成每小時巡邏清宵 並縮短營業時間 改為上午八點到晚上十點 縮小出入口 強制佩戴口罩 禁止飲食和吸煙 記者聯繫朋友組 臺北新北綜合報導